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亚特兰大是美国南方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也是CNN的总部 亚特兰大曾经举办过奥运会 但是现在澳大兰大正在沦陷 令人伤感 我曾经三次到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东部和北部的居民区 是美国最好的森林居民区 而且那个地方的治安非常良好 我在那住了大概将近一个月 没有遇到或者听说过任何麻烦 目前美国各地因为弗洛伊德之死 而掀起的抗议活动正在平息 一些地方试图复制西雅图的安提法独立国 也正在被取缔 然后也许很多人感到困惑 为什么现在西雅图能够建立独立国 甚至还有其他地方模仿 而川普总统却无能为力 迄今为止没有发布一个命令 动用美国军队或者国民警卫队 或者民兵或者警察去取缔这些独立国家呢 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中国 那简直是乱了套 那可以这么说 马上党政军所有的这个一起出动 媒体呢大肆鼓噪 然后呢解放军呢就会迅速地扑向 那个独立国家 而且呢马上这些人的罪名呢 就是叛党叛国分裂国家 那简直就是说罪不容疏万实 犯下了这个严重的罪行 事实上中国几乎也没有人敢这样做 但在美国呢这些人敢这样做 而且这些人安然无恙 比如西雅图的那些安提法建国分子 还占领了一个警察局 警察没有办法 只好撤出来到其他地方办公 然后呢当地的政府呢 也没有组织镇压活动 但是警察局长呢和两位副局长呢 曾经多次到现场去 就是跟现场的那些占领者 那些立国者进行沟通 就是要求他们呢不要杀人放火 不要这个搞犯罪活动 然后警察尊重他们 他们也就在四周建场路上 而且他们是有武装的哦 所以说呢 他们几乎就等于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 为什么川普不下令军队呢 因为川普其实没有权利这样做 川普当然对这一切是很反感的 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有可能导致全国其他各地的安提法分子 和这个黑人那个命贵运动 就是效法 但是川普没有权利 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呢 如果美国军队要进入任何一个州的话 是需要那个州的州政府同意 州长签署命令 就是同意川普派兵才行 言外之意也就是说 只有当那个州需要发出邀请的时候呢 联邦军队才能够进驻 而川普手头呢 虽然说呢 掌握着联邦军队 但他的这个军队呢 实际上是不能够随随便便进入美国任何一个州的 因为每一个州呢 在他的这个独立性是非常强的 几乎相当于一个国家 或者呢 相当于类似的 这个英联邦的这个自治国家 川普没有办法 真的无能为力 甚至州长在有些地方也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呢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比如说西雅图所在的县的县长 或者说呢 就是或者又叫郡长 或者说呢 这个西雅图市的市长 就是说他们当地才有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也有好处 就是川普可以不问 所以说呢 在安提法建国的时候 川普该干啥干啥 他做他的工作 因为他呢 真正的工作呢 就是有点类似于联合国秘书长 他的主要工作呢 是代表美国五十个独立联合体 与外界打交道 也就是说呢 是相当于这个美国联邦的外交代表 就是有点跟那个欧盟的外交代表类似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无能为力 因为他面对的这个华盛顿州州长 和这个西雅图市市长 都是这个民主党人 他们根本就不要川普 所以川普呢 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去干预 事实上他按照美国的法律框架 他要无权干预 但是呢 亚特兰大的情况 开始变得复杂了 亚特兰大是号称黑人制度 也是黑人的这个宗教上 最强大的地方 这个由于那个 警察Rofy 前不久呢 因为自卫 射杀了这个27岁的黑人青年 Brooks 从而呢 爆发了新的动荡 那个Brooks呢 也跟弗洛伊德一样 也是犯罪累累 多次被捕 多次判刑 然后呢 他当时呢 两个警察呢 要逮捕他 他因为呢 在一个那个 就是安迪 就是那个 一个安迪市 一个快餐店 在那车道上买东西 他睡着了 我前两个月 是经常开车 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说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美国的大部分餐馆 是关门的 少量的这个餐馆呢 特别是快餐店提供服务 但是呢 他不让你入店 为了减少接触呢 他打开窗户买东西 往往是第一个窗户呢 你在那点餐 第二个窗户呢 你去那个 就是说付钱 或者呢 第三个窗户呢 在就是拿食物 反正麦当劳是 有三个窗户 就是说你要经过 这三个程序 在这过程当中呢 所有的汽车 都是排队 不管你是汽车 卡车 实际上那就 那个车道呢 是正在行驶的车道 所以弗洛伊 那个弗洛伊 那个不是弗洛伊的 布朗克斯呢 布鲁克斯呢 他在那个车道上睡着了 因为他饮酒过量 那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在那排队的时候呢 实际上那个车 仍然处在发动状态 他的脚仍然踩在油门上 所以不像很多人想象的 一个黑人不就喝醉了酒吗 他在车上睡觉 关别人什么事 不是 他正在车道上 正在驾驶 那是很危险的 他脚一伸 那个车就会冲出去 就会撞车 如果旁边有新人的话 就可能把旁边的新人压死 就是这么危险 因为他睡着了 因为他酒精上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 必须把他拘捕 因为如果不拘捕他 让他跑回车里面 他开着车 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就有可能撞死几个人 撞坏几辆车 而且呢 他当时呢 这个警察呢 看到他用电击枪 他抢了一个把警察的电击枪 并且回头向警察射击 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警务条例 警察是有权开枪向他射击的 所以警察呢 向他的背部开了两枪 射倒了他 因为他因为流血过度 没有抢救过来 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警官呢 罗尔夫呢 目前呢 先是被开除 然后呢 又被拘捕 但是呢 这个引起了很多警察的愤怒 为什么呢 因为承办此案的警察 检察官是一个黑人 这个黑人警察官呢 很巧 他不久前 刚刚办理一个案子 一个什么案件呢 一个也是黑人拘捕 但是那个白人警官呢 拿那个电击枪 向黑人射击 这个检察官呢 判定 这个警察呢 过度使用武力 说这个电击枪 是致命武器 诶 他刚刚办过那个案子 你既然说了 这个电击枪 是致命武器 那为什么 这个布鲁克斯 拿这个电击枪 回头抢了警察的电击枪 向警察射击 就不承认 致命武器了呢 他在办案中 他的理由就是说呢 说这个 布鲁克斯拿的这个电击枪 回身去射黑人 并不致命 并没有致命威胁 这不是指向矛盾吗 所以这个黑人的逻辑呢 跟中国逻辑有点相比之处 他就是没有逻辑 就是前言不达后语 前后互相矛盾 前一个案子 他说电击枪 是致命武器 后一个案子 他为了站在黑人一边 他就说电击枪不是致命武器 所以呢 这终于引起了 这个亚特兰达警察的愤怒 现在亚特兰达三区和六区的警察呢 已经集体罢工 他们上交了车钥匙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不干了 他们这个行为呢 就是说呢 可以被认为是辞职 就是 但是一种行动辞职 你把这个 一般来说 那个警车钥匙上交以后呢 基本上你就等于辞职了 因为枪呢 警察的枪呢 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他不用上交 但是呢 这个车呢 是公家的 也就是警察局的 所以他这个行动呢 就等于 他也不再去办公室 也不再上班 所以呢 就等于集体辞职 这个三区和六区 一集体辞职不得了 那个亚特兰大呢 是黑人非常多的 黑人都就趁机作案 结果一 没有多长时间 就有六百个报警 就有 可能有成千的 这个报警电话 就打向了警察局 结果呢 弄得这个亚特兰大的 这个其余的警察呢 疲于奔命 后来呢 积压了六百个报警电话 得不到处理 那可能是上门抢劫 也可能是杀人 也可能是其他盗窃 种种案件 就是无法处理了 我们要知道 现在城市的治安 是须有 离不开警察的 一旦没有警察以后的 报警得不到处理 那人们就处在一种绝望境地 那个罪犯也就可以 肆意妄为 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个亚特兰大警察局 在紧张之余呢 就向周围的这个县求救 就说呢 哎呀 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有大量的案子 需要这个处理 请你们来帮忙 但是周围所有县都拒绝 我以前呢 就住在亚特兰大旁边的 一个叫巴罗县 巴罗县肯定警察也拒绝前往 因为他们都对这个案子 愤愤不平 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愚弄 所以呢 亚特兰大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陷落了 我相信现在 整个佐治亚州的这个犯罪分子 都兴高采烈地赶往亚特兰大 因为这是盗窃 抢劫 杀人 抢奸 这是甚至抢劫金店 珠宝店的大好机会啊 犯罪们终于迎来了 这么一个大好的时机 这个应该呢 都跟这个黑人的过度抗议 和这个黑人检察官的这个没有逻辑相关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也跟这个南方有关 这个因为我刚才说的亚特兰大就处在佐治亚州 佐治亚州的这个南边呢 就是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更为有名 佛罗里达州的这个 现在呢 这个迈阿密那个地方有一个联邦法院 他们呢 是即将于9月6月9月4号开庭 他们受理的一个什么案子呢 就是关于美国受害者 因为中国疫情而向中国政府索赔的案件 这个案件目前呢 这个法律集团也就是 博曼法律集团受理 他们目前已经征集了 一万个美国人的这个 控诉说 这一万个美国人呢 是作为受害者 他们就是要么呢 丢失了工作 要么呢 患上了 这个被感染了中国 中国瘟疫 或者呢 他们的商业呢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说呢 他们总共能向中国政府呢 索赔6.5万亿美元 相信这个案件呢 将会推动美国其他地方的人呢 向中国索赔 也会推动全世界向中国索赔 因为中共病毒呢 的的确确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它肯定是要赔偿的 这个赔偿的这个规模呢 要远远超过1840年 这个林哲徐善意 擅自在公海上面抓捕英国商人 或者说呢 超过了这个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 这个清静政府 对这个传教士和这个基督教徒的 这种杀害所造成的损失 所以这个赔偿金额奖是巨大的 这个赔款金额呢 最终可能超过 远远超过根治赔款 而且呢 9月4号呢 这是第一次听证会 以后呢 将会连续进行审理 因为毕竟是一万个受害者 需要这个律师们 需要整理大量的资料 然后呢 法庭的法官呢 也需要就是会见的人 这个他要组成一个合议庭 他要这个会见这些律师们 他另外呢 也要核实这些受害人 好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